晚安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韦佳琪 那么当然了 不晓得观众朋友 有没有看世足赛呢 尤其现在比赛呢 即将进入四强赛了 不说呢 今年37岁 已经非常有可能是 最后一次提世界杯的 葡萄牙当家球星C罗 现在恐怕真的是很难过了 在八强赛 面对大黑马摩洛哥的时候 再度被教练安排在做板凳 那么直到全场第51分钟 葡萄牙以一球落后之下 才替补登场 原本大家都期待了 A替补上场的C罗 能不能直接来改变战局 不过终究是无力回天 赛后呢 这个C罗也不管队友了 独自快步离开球场 而且还被转播镜头拍下 他留下了英雄泪 因为呢 原本有望拿下大力神杯的他 现在已经彻底梦碎了 其实呢 过去C罗是五度带领葡萄牙 提进了世界杯 没想到世界杯的最后一战 居然就在八强止步 让他也从场内一路枯绝到成为 抱头跪地颜面是累 葡萄牙球星C罗的最后一次世界杯 就在这一夜结束在八强 面对摩洛哥的比赛 其实葡萄牙上半场就以0比1落后 C罗在第51分钟被换上场 寄望成为对上救星 无奈中就没办法改变比赛 他也留下不甘心的泪水 比赛一结束 C罗完全不管队友快步离开球场 而且一路从场内哭到进球员通道 五次带领葡萄牙 踢进世界杯 C罗却无法拥有大力神杯 大黑马摩洛哥改写历史 不仅成为首支晋级四强的非洲球队 更是阿拉伯世界的骄傲 另一边被受关注的英法大战 也有人留下满满遗憾 法国队靠着曹亚文尼的世界波远射 以及吉鲁的进攻取得2分 但英格兰第84分钟 经VAR判决获得罚球机会 没想到操刀的凯恩 这球却踢出一个大冲天炮 让全场英格兰球迷好错愕 少了禁地葡萄牙 英格兰也打包回家 接下来的士族准决赛更戏剧性 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 对上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 另外卫冕军法国将会对上黑马摩洛哥 外界认为最后决赛很有可能会是 法国对上阿根廷 不过克罗埃西亚跟摩洛哥会不会再扮黑马 也让士族决赛的对战组合充满不确定 TBN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一回摩洛哥已经改写了历史 成为世界足球赛至今92年来 非洲跟阿拉伯世界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 摩洛哥的球迷当然好兴奋 而且还要上街来庆祝 不过却意外造成了巴黎街头失序 那么目前巴黎的状况如何呢 请我们的国际中心记者信仪一带们了解 好 主播观众画面上可以看到 尽管已经接近深夜 但巴黎街道上还是聚集许多摩洛哥球迷 他们沿路踹门 高声唱歌 甚至还炸东西让巴黎出动镇报警察 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 还得收拾摩洛哥球迷留下的残局 移居巴黎的摩洛哥侨迷 疑似嗨过头大闹街头 甚至在香榭大道上直接大放烟火 凯旋门周边传出爆炸声 让状况一度失控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一晚大约有两万球迷 聚集到巴黎市中心狂欢 巴黎警方至少逮捕了 36名的知识分子 这次摩洛哥弃走欧洲列强 成功挺进四强 成为氏族至今 92年来非洲和阿拉伯世界首支 进入四强的球队 阿拉伯世界一同欢庆 但球迷的激情却一再失控 因为周四凌晨登场的准决赛 就是要由摩洛哥对上法国 现在巴黎的镇报警察 不敢大意已经做好准备要出动 更多人戒备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当然这一次摩洛哥暴冷门 闯进四强赛 还被誉为是全非洲的希望 但不少球迷就说了 谁赌高赔率运彩就赚宝宝 这一次的氏族赛 是不是有一个暴冷定律呢 交给记者韵文带我们来了解 好 确实能看到是 这次的世界杯呢 堪称是旌旗不断暴冷连连 能看是两个完全是 截然不同的赛情 我们先看到这一场呢 是旌旗之旅的摩洛哥 他们在八强赛时呢 是一比零击败了 这个强队葡萄牙 所以是创下了 是最强的黑马 挺进了四强 怎么说呢 来看到是他们是非洲球队的 最佳成绩之外 也是第一支踢进的 四强赛的阿拉伯国家 是他们睽違了36年 踢进的是世界杯的淘汰赛 而且呢被封为是 本届的这个最强之盾 为什么他们无偿比赛呢 当中四场是完全的零失分的 所以被封为是最强之盾 不过再看到这个是表情 有点就是悲催的英格兰队 他们在八强赛时呢 是一比二习败给了法国队 所以因此呢 止步八强 也是他们史上呢 第七次的在八强赛惨遭淘汰 而这样次数呢 是冠军全球 是比其他国家都来的 还要的多的 同时他们的队长呢 这个罚球失误的次数 也是创了记录 不过居然看到是呢 是英格兰呢 他们第16次 踢进了世界杯 那上一次好的成绩 是在半世纪前 以东道主之姿 留下了冠军金杯 卡拉世界杯八强赛 上演的是英法大战 最后为缅军 法国以二比一 力推英格兰 成功取得四强的门票 但是就有媒体拍到 法国队的天才前锋 姆巴佩 在英格兰错失关键罚球的时候 他竟然露出了灿效的画面 现在奥地利盘口也看好 就法国是最有机会夺冠 法国球星姆巴佩当众 露出灿效 就是因为看到 英格兰队长凯恩 踢飞关键罚球 让法国队抢下 最后一张四强赛门票 他很棒 Mbappé今天是在约翼 但我们还在约翼 他还在约翼 但我们的结果是确的 确实是确实 法国球迷期盼 姆巴佩可以在剩下两场比赛 大发神威 让法国可以成为 史上第三个成功 未免的国家 现在世界杯四强出炉 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 将要碰上摩迪 无了里奇作证的 格子军克罗埃西亚 另外未免军法国 则要与大黑马摩洛哥交手 同是大巴黎球员的姆巴佩 与摩洛哥后卫哈基米 两人将要同场上演顶尖对决 根据奥地利盘口 公布的最新夺冠赔率 魏美军法国2.15 最被看好 阿根廷2.6 至于另外两队 克罗埃西亚8 摩洛哥9 则相对不被看好 只是摩洛哥的球迷 似乎想把握当下 享受闯入世俗 四强的美好 深夜时分 一居巴黎的摩洛哥侨民 越夜越嗨 他们沿路踹门 砸东西 甚至在香榭大道上 大放烟火 巴黎出动大批正报警察 还用催泪瓦斯驱散 这群摩洛哥球迷 还逮捕至少36位姿势分子 现在就怕周四凌晨登场的准决赛 摩洛哥对上法国 球迷姬秦桧再次失控 法国正报警察 已经全力警戒 体贬新闻综合报道 无二战争开打至今 那么现在俄罗斯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乌克兰行动 利用无人机来做夜袭 造成南部大城奥德赛全市几乎停电 这一起攻击就发生在12月10号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发电系统之后 整个奥德赛有大约150万人 没有电可以用 而这一轮的攻击行动 用的就是神风无人机来袭击 也让整个奥德赛的市区陷入了一片黑漆漆 不过现在英国媒体就爆出了 那么美国现在重新显示了 俄军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远端打击之后 传出他们也不再坚持要求基辅 不能够袭击俄罗斯本土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然就枪杀了 只要有一枚飞弹进入到俄罗斯的领土 那么俄罗斯就会奉还数百枚 只不过现在西方对俄罗斯的油价制裁 那么普京当然也要反击 像是减产石油导致石油飙涨 那么甚至可能导致油市恐慌 还有进而崩溃的倾向都有可能出现 不过现在但您看到的是 美俄核武全球大概占了九成 足以将整个地球来摧毁 而且俄罗斯誓言明年要制造核武 那么接下来地球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危机呢 不过但您看到的是 这奥德赛被俄军轰炸之后 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控俄罗斯 利用了伊朗制的无人机 瞄准他们 夜空刺眼闪光 下一刻 伴随轰炸声 镜头上下晃动 乌克兰南部又遭遇俄军猛烈攻击 位置就在欧洲最大核电厂的对岸 尼克坡 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五波空袭 把平民当成目标炸基础设备造成四人受伤 不过这并非唯一遭受空袭的南部城市 新一波炮火部分地区电力受损陷入其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指 俄罗斯动用15架伊朗制无人机彻夜攻击 10架成功被击落 复电工程还在持续 不止南部乌东战火也未停歇 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重要战略地守得艰辛 俄罗斯在战场上相对也伤亡惨重 甚至连境内都难幸免突袭 因为俄罗斯在前线美矿域下 也让人怀疑普京这场战争该怎么继续打下去 TVB的新闻做不到 俄罗斯持续使用无人积累攻击乌克兰的领土 也让美军决定再提供新一波总价高达2.75亿美元的军援 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 只是原本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俄罗斯不会率先动用核武的军事准则 现在可能会出现转弯 乌东最前线的盾内刺客 这几天炮击声没停过 记者所到之处只见民宅几乎全毁 这里的居民只剩下卑微的心愿 对内刺客居民不堪连续轰炸 内心早已筋疲力尽 不过美国乌角大厦却也在这时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最新一轮 总价2.75亿美元的军援 包括反无人机防空装备弹药等 这非常重要的助手 很多国家都在提供助 美国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希望能防堵俄军用伊朗制无人机 继续发动空袭 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来说 好不会在冲突中率先使用核武的军事准则 现在因为这一席话恐怕出现大转弯 普京指出如果美国采用先发制人攻击 俄罗斯也会考量面临威胁不排除动用核武 他在一个星期内两次提起核武 似乎为军事行动升级埋下伏笔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战略升级更加白热化 也难怪北约秘书长担心乌尔战争失控会演变成欧洲大战 TB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东部密集轰炸 又触动了沙山力相当强大的白领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说了 巴赫姆特这个地方情势相当艰困 CNN也报道 乌克兰为了扭转整个战局 现在也跟美国来要求援助 急速炸弹 BM-21冰雹火箭弹发射瞬间 尘土飞扬 只看到炮弹齐飞 乌克兰士兵冲田弹药的手没停过 一攻击完就急着转移阵地换点攻防 因为他们的位置就在目前战事最艰困的巴赫姆特 就连在野外客难煮饭煮到一半 不知道哪来的炮弹直接打到脚边 俄罗斯近日在加大对乌克兰东部攻势 盾内刺客的库拉货为事 市集起火燃烧 民宅全都被炸毁 警察赶来看到遍地惨状 飙出一连串咒骂 骂的当然是俄罗斯 俄军攻势不手染 在库拉货为事传出至少夺走10人性命 在对内刺客的另一座小镇 马林卡更是惨 至少两架俄军机低飞 像把这里当作轰炸练靶场 炮声隆隆掩护地面攻势 乌克兰士兵也不会坐以待毙 以无人机发动攻势炸毁 二军坦克 双方激战遍地疯火 也让这座马林卡小镇 几乎已经没有人住 乌克兰记者在现场连线的背景音 也只听见轰隆隆的炮声 目前全镇剩不到10个人 放眼望去 几乎每一栋房子是好的 因为二军疑似在这里使用过白鳞蛋 像高空烟火一样洒落的 是燃烧温度可以高达摄氏800度的白鳞蛋 因为杀伤力强大 早已被国际社会名闻禁用 但是俄罗斯人多次使用大范围的摧毁民宅 但是乌克兰军还是在这里死守 运用无人机攻势和俄罗斯缠斗 但是也发现俄国军队 俄国军队俨然是一国大杂烩 车臣士兵私人佣兵全都派上前线 俄罗斯总统普清放话延长战事 传出乌克兰为了扭转情势 向美国开口要求军援极速炸弹 CNN has learned tha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Ukrainians have been ask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r cluster munitions CNN报道拜登政府正在权衡情势 并没有直接拒绝乌克兰的请求 但是短期内不太可能答应 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都是没有签署 极数弹药公约的国家 乌克兰急于在寒冬扭转战况 对乌克兰是否发展长城打击能力 美国不主动协助 但是也不打算阻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战争即将进入第十个月 现在却传出有国家渗透北约 还跟俄罗斯来通风报信 让北约对俄罗斯的行动被破坏 这个国家就被指示匈牙利 怎么回事最久给运闻 现在是欧盟在停污要抗恶 不过来看到这个是东欧国家 那俄罗斯被指示到是不是立场过于亲恶 甚至可能成为是欧盟的内鬼 成为这个是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 让俄罗斯渗透之后来瓦解 北约跟欧盟的团结 一致抗恶的情形呢 我们就看到是他们的澳班 就被认为是在欧盟当中 是个比较亲恶的 甚至是普清的亲密盟友 那在看到的时候 德媒点出说 欧盟很多行动造双利破坏 直到他们是不是沦为 这个亲恶的间谍中心 好像是说要制裁俄罗斯 以及停工乌克兰军武 或者转运这个借道转运的武器 通通被双利给否决掉了 他们用这个军事的行动的这个词汇 来避免使用是叫入侵的战争 等词汇是比较亲恶的这样表态的 我们在看到谁点出说 目前俄罗斯驻凶国的大使馆人员 是有超过50人 这当中是可说是其他国家两倍之多 那为何会这么多 所以被认为到 是不是很多是特工的卫装 来借此获得这个豁免权 跟无法被代替国起诉 不过来看到是目前凶国 竟然是蛮多是反战跟反恶的声浪 而英国就宣布了全球空战计划 将洗手意大利跟日本 共同打造次世代的运行战机暴风 这暴风战机耗尘性能 可以胜过美军的F-35 预计这款战机要在2035年 投入服役 英国台风战机威武升空 不过未来英国空军 可能还会再加上这个胜利军 这庞然大物就是英国次世代 逆宗战机暴风的模型机 而这次英国不只攜手老朋友意大利 还邀请日本共同设计 这架最新战机是英国全球空战计划的一环 将由英国航太系统联手意大利利奥纳多集团 以及日本三菱重工打造 预计将配备最先进的感测器和数据系统 增强人工智慧和数位能力 部分性能甚至可能超越美国F-35战机 暴风战机预计最晚会在2035年服役 这是日本二战结束后 首度将国防工业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地区 除此之外 日本自卫队也时隔四年找来英国陆军 在群马线进行防卫演训 在此同时 日本还和澳洲展开国防外交2加2会谈 由美国拉起的抗中联盟 似乎正在以日本为基地 打造对抗中俄与北韩军事威胁的新防线 TVB的新闻中不倒 而现在的战争形态很多 也不限于只有网路战 太空现在似乎也成为大国间禁逐的焦点 尤其大陆炸卫星碎片的危机 也让中美太空战急剧升温 那么现在争霸战俨然已经展开了 到了哪样的境界呢 最久给云文 好 关于是美中的争霸 可说从这个地面的地缘政治 打到的是外太空的竞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的最新版 关于中国的军力报告说呢 北京可能在2035年之前 将这个核弹头数量 扩充到1500枚 而且没有表明会如何的来使用核武 所以认为这是一大的非常大的威胁 那再看到是太空部分 虽然说美国都排除是中国 参与这个国际的太空战计划 但是中国靠着自己 已经成为全球第三个国家 自主的将太空人送上了外太空 是一大的进展 而且他们之前曾经通过这个飞弹 炸毁一个失效的中国卫星 导致碎片噴发 至今也还是蛮有风险的 所以居然看到是目前 美国就提案说要禁止这个 直升式的反卫星武器序业 就是因为会导致太多的碎片 会造成是太空战威胁 而这样的提案是获得多数的支持 不过来看到是当中的是 美国是赞成的 而印度是弃权的 那么那个中俄两国都是反对的 所以现在美国太空司令就说 他们正在关注是中国对美国的太空资产 过程的威胁的活动 美国国防部公布2022中共经理报告 除了分析中共武力犯台的四种剧本之外 特别提到中共的核武威胁越来越大 专家就分析了美军可能前推第一岛链 不朽战袖核武来作为反制中共的战略手段 一样的C13栋 一样的潮州空降场 但从机舱跳出来的 却是星光部队的特种精锐 换上国军数位迷彩 他们是来自新加坡 俗称红扁帽的特战突击兵 台新两国常年保持军事交流 却也与共军常态性联合军演 新加坡一向希望在两岸政权左右逢源 不得罪任何一方 然而这样的平衡却逐渐被打破 中共强势崛起 让亚太诸国必须选边站 像是新加坡与台湾的交流 未来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而着重印太利益的美国 当然不能让中共掌握国际主导权 目前的武器装备的数量 它其实透过各种的组合拳 它是可以不断地让这个紧张情势升高 美国国防部2022中共军力报告 将中国大陆视为美国和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 最重大且系统性的挑战 并且评估中共对台侵略 由海空封锁 有限度武力胁迫 空中与飞弹攻击 以及入侵台湾等四大剧本 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共军力报告 其实历年变化不会差距太多 但今年特别可以注意到的是 他们对于中共核武能力发展的关注 美军也可能以此为基础 改变未来的核武战略 报告评估 未来十年北京将扩大核武能力 目前正积极增加陆海空核发射平台数量 投资支撑核武扩张所需的基础建设 到2035年 中共将拥有1500枚核弹头 我们是到美国去智库 其实都有谈到这一个概念 叫做整合性的核力量 那么日本韩国都会配合 因为日韩之间 还不能发展核武力 那必须要有更 更精进的核保证才行 战术核武的未来的部署 我认为实际上不管是在亚太地区 当然在韩国跟日本是最有可能的 甚至于在其他的地区 我觉得未来也不是没有这个发展 目前中共拥有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空军 以及全球数量最多的海军 即便现阶段仍然忌惮于美军的直语量 然而共军的自信也不断上升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美中双方对台议题有任何分歧 台湾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大陆的态度是 他纵使一时之间奈何不要美国 但是他一定会借由惩罚台湾 或对台湾加重施压的这种方式 来表达他的不满 同时希望能够进一步吓阻华府 在未来持续提升跟我们中华民国的政治军事交流 现在中共正在全世界扩大他的影响力 那么事实上中共已经成为美国最严重 而且最全面性的一个挑战 中共的解放军的现代化 逐渐达成他2027年的解放军 百年的建军目标 那事实上也就是说他已经等于掌握了 未来武统台湾的关键的武力跟能力 随着中共日益壮大 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受到压缩 面临的处境也更加严峻 PVBS新闻何家阳顾尚军台北报导 每年都备受关注的新北耶诞城 昨天找来了毕书记 韦里安还有动力火车 那么今天卡斯更加精彩 从原始少年节目出道的男团 今年也登上了耶诞城的演唱会舞台 就连铁肺歌后带爱琳演出之后 也在后台大方的一度展现歌后 来陪粉丝提前过耶诞 不过今年也邀请到了五间情 一样都是人气夯的不得了的男团 人气歌手接续登台现场 后台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赶快交给我们在现场的记者俊伟 带我们来直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俊伟 好 主播新北欢乐夜诞城 演唱会还在非常热烈的经营当中 不过后台也很精彩 目前我们要来到的 这是从原始少年出道的 男子团体欧宗 来跟他们打招呼吧 我们刚好站的地方是那个 有鸭 谁这样来的 然后跳的时候 那边会一直上下晃动 然后大家很滑 我就这样 我其实每一年都会来夜诞城 跟谁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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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自己来 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 每次都要进入板桥车站 所以就会经过来看一下 好 这个男团公宗 其实跟大家非常的热情的打招呼 那今天去新演唱会 其实还有很多的大咖 包含了鸭轴 有蔡健兰 还有寿子 那另外在今天的演唱会舞台上 还有这个熊仔 大渊 舞坚勤跟小春等人 其实都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台下的粉丝也看得非常的过瘾 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夜诞节前夕 来让大家在这个欢乐夜诞城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主播 那么今天的夜诞城焦点 还包括了金曲歌后 蔡健牙也上台演唱 让民众过了一个温暖的夜诞 吹过一抹风 有些情景不得不发射 有些距离将人越火越苦闷 就算雾云的天空有多深 比不上可望深 我要给世界最忧憬的试吻 就算无穿的大地有违恨 自己渴望着 我要给世界最忧憬的试吻 闭上眼 闭上眼 总会感到深暖的深 一晃眼 一晃眼 总会光到偶然的真 我一天 爱一天 反正一切都有可能 过去的 未来的不安 也不安 换个灵魂 可以看到这个金曲歌后 蔡健牙大展歌后 让台下的歌迷可以说是如痴如醉 大家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 听到贪雅温暖的歌声 很多的歌名都直言大包而服 台北市七成以上都是超过三十年的老房子 是六都当中屋林最老旧的 现在有网友就认为台北市 是不是已经阐述大陆的一线城市 以前这个很高啊 差不多有那么高 然后有个有个地砖啊 上厕所的时候 他就可以这样子扶着起来嘛 他就可以这样子扶着起来啊 就比较有力量啊 洗手台马桶旁都加装了扶手 原本浴室中明显的高低落差也打掉重铺 让独居的王波波生活起来更安全 几年前他中风以后行动不方便 厕所就让他很头痛 王波波乘租的是屋林四十几年的老房 这边还有电梯 他说老人家很怕的就是 你没有电梯我二楼上不去啦 老人喔 病都很多啦 台北市社会局有委托我们一天基金会 办你一个台北福老 软硬监视的一个修缮服务 那可以帮长者装扶手安全性的一些 指滑地砖等等 那可以让降低老人在居家跌倒的风险 台湾其实很多的地方老宅部分 完全没有符合无障碍 不可能是浴室的高低差 或是进到一楼部分 他有很大两阶或三阶的一些的阶梯 那一般来讲老宅部分 可能门口就蛮小的 他没办法做暂时性的一个斜坡板 那基本上老人出去就很危险 台北市社会局 推出以暂式服务的扶老秘书 让承办单位带着职能治疗师 和水电工班团队 从评估申请到修缮师座 倒宅全程协助弱势长者 改善居住空间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的统计 台北市的总人口数是两百四十多万人 老人就破了五十万占了百分之二十 而因为台北开发早 七成都是超过三十年的老房子 平均屋龄是六都之首 有网友就在PTTpo文说 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像是市容 是不是赢过台北了 引起大家热议 不过有人认为单看硬体 并不准 而老宅困老人的双老议题 的确是台湾现在迫切得面对的 像是很多无电梯旧公寓 带来的危机 有时候就医上的不方便 他们也为了说不要这么的频繁 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懒得出门 所以说看到现在他们状况就是 高楼层对老人的限制 除了在社会参与上的那个 慢慢的退化 那另外就是他们身体功能的退化 那也造成说他们会越来越严重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必须要正视到台湾到底 有多少的这种老人还有老旧公寓 那是不是要推动都更能够竞速快一点 除了长辈的居住环境 需要更多帮助 台湾的世荣也被不少民众诟病 根据网路温度计做的调查 十大丑世荣 第一名是随处乱丢的垃圾和烟蒂 第二名杂乱无章的招牌 第三是发霉生锈的违建铁皮屋 再来是路边防火象围停道路难看 铺张不环保的选举旗帜和看板等等 我们还有观察到一个就是 其实它虽然是排低10名 可是也是很多人诟病的 就是随处可以见到的管线 那在 其实在各县市政府 都有在推广阑线下地 那这个像这样的政策 其实它很多人觉得说 都是有线电视乱线管线 其实这些管线它是组成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它其实不是只有包含有线电视 它也包含了台电的线 还有包含电信业者的线 所以它其实整个这个管线 它有它历史的原因 它没有办法一下的能够来解决 或是整体的让它下地 可是其实像政府上 它其实是有系统的 它也每年都会有要求一定的比例 必须要纜线下地 但是它也是受限很多原因 包含说它原始道路的设计 地下空间的不足 从市容到居住环境的安全 买不起新房子的年轻人 也可能成租或买老房子 从中央到地方都该拿出解决方法 面对这个高龄化的国家 台湾青年劳动人口水减 能够帮我查一下那个 就是发票载具这一块 是不是如果我们有它的载具号码 是可以直接从国税局里面倒资料 每周定期开会 会以重视员工创新思维 这间科技金融公司不同于传统企业 以混合办公的方式 给予员工更多时间自由 与空间弹性 吸引青年人才投入 像我们公司其实相对比较弹性 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伙伴 其实更喜欢的是 能够在生活与工作当中做平衡 所以在我们公司来说 多半是一个礼拜只会有两天 来我们实体的办公室工作 像我们有些比较知识 我们是高科技的知识人才 或者是技术人才的部分 其实他们比较倾向是在 原本也是在国外工作的 或是说他们是一些海外人士 那这部分我们可能透过 比较全球的算是求职网站 去跟他们接触 然后去面试他们 人才难寻是不少企业主的心声 台湾青年劳动参与率衰退 缺工已成事实 尽管就业市场出现大量职缺 但是欠缺诱因 导致求职意愿低 在我们这样的科技技术产业来说 其实比较没有这么明显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样子的产业 其实它对于一般年轻的伙伴 员工们来说是比较有信力的 再来说因为这产业本身来说 是更要求比较牵创新的思维 所以比较多年轻的伙伴们 其实是愿意勇于挑战这样的产业 可能会比较偏向是一些制造业 或是比较重生产力的产业 这一类产业来说 其实它可能相对于年轻伙伴的 吸引力是比较不足的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职业选择很多元 就是像我自己可能 因为我是做行销出身的 所以我在可能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也可以做结案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也其实也会经营 就是针对自己有兴趣的主题 去经营自媒体 那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多元的 选择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就会开始去思考说 我一定要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 这件事情 受到少子化影响 15至29岁的青年人口是逐年下滑 从2010年的489万人 下降到去年约404万人 近10年来青年的劳动力 是衰退了17.3% 当员工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 企业又该如何补足青年人才缺口 从台湾青年人口来看 不是企业找不到人才 而是年轻人真的变少 劳动部资料更显示 15到29岁的劳动人数 2010年是248.7万人 到了2021年降到232.7万人 减少了16万人 而这样的情况 未来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年轻员工现在我们不容易找到 当然也跟生育率有关 也跟全球化的竞争有关 企业还是要积极的做数位转型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今天科技发展的很快速 有非常多就是传统我们用人力在解决的工作 其实现在都可以由咨询科技去帮你去取代去解决 其实你应该把你的工作流程可以标准化 因为今天一旦你的工作流程可以标准化 你会去降低到说你对特定人才的依赖性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有超过六成五的企业正处在缺工状态 包括资讯科技业 营造建筑 住宿餐饮业及全产制造业 都是极缺人才的产业 半导体业就向季职人才招手 去年释出高中职学历值缺数 年增133% 仅万名缺额 对人才需求水涨船高 企业正面临找不到人 留不住好人才的困境 一旦出身人口不断下降 劳动人口持续衰减 不只会影响经济发展 也会削弱国家竞争力 TVVS新闻 钟德荣 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落实环保显速北市12月起 饮料店禁用一次性的塑胶杯 冬天草莓季手摇饮店看卷商机 推出各式草莓饮品 粉色的梦幻颜值让人上雨心爆发 但现在不论喝冷饮 热饮 通通换成纸杯包装 一次性塑胶杯正式走入历史 北市12月请禁用银次性塑胶杯 影响店家超过2200间 市面上不少建层性饮品 现在是喝得到但看不见 为了不让饮料失去了美感 有店家是推出了全新包装 让人用纸杯同样可以拍照打卡 像我们的芒果系列或者是草莓系列 就有建层 就是让顾客像我们的有时候 下面是鲜奶 上面可能是季节性的水果 打起来是建层很漂亮的 那虽然纸杯内容物都是一样 只是说换了纸杯之后 我们会在外观上 会有更多的发想跟设计 业者响应环保都很愿意配合 事实上各家饮料店 从今年7月就先行实施 自备环保杯折抵五元优惠 金钱的诱因下 民众自带杯比率 从过去的6%提高到16% 比较明显的就是政府推出 就是自备杯店家有折扣 就是给消费者折扣五元开始 那时候会比较明显 但在这之前很多习惯性 就是有环保意识的顾客 他们习惯性使用自己杯子的人 其实陆陆续续的 他们都是一直使用自己的自备杯 北市率先扩大减速 全面换成纸杯成本也提高 现在塑胶杯成本一个月2元 改成纸杯后 成本至少增加70% 却不一定更环保 纸杯的内侧临摹依旧是塑胶 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把一次性的塑胶杯都改成纸杯 只要还是一次性的话 其实这个对环境来说 并没有比较好 因为一次性的纸杯 它还是资源的一个消耗 那它在用完成为垃圾之后 还是会涉及到垃圾处理的问题 或者是后端回收处理 这样子的问题 那所以只有从源头去减少 一次性容器的使用还有产生 才是比较根本的解决之道 我们现在循环杯的话 有三个尺寸 那你要哪一个尺寸呢 这边是中杯 然后有大杯跟特大杯 减少一次性容器是未来环保趋势 连锁咖啡店业者 就扩大导入循环杯机 到北台湾共60家门市 提供租借服务 好 那我们还完杯盖以后呢 我们会扫描杯生的条码 进行还杯 把杯子投入里面 这样就还杯完成了 然后押金的话 会在公告的时间内返还 每杯预扣押金50元 七天内零贵还杯后 就会退回到会员账号 力拼在2023年底 进入到全台门市 另一家连锁速食店也提前备战 针对内用消费者提供可清洗 重复使用的内用杯成装 目前台北一家分店先行测试 接下来会推展到其他分店 环保署规定 从明年开始 连锁便利商店与连锁速食店 至少要提供5%以上 循环杯租借服务 各县市政府也必须在2024年底 全面竞速 台北市是在今年的12月1号开始 我们预计在12月20号 全速完成机查 那目前以机查的比率来看 我们不合格的比率是占1.2% 那我们会来辅导它 限期改善 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产生 当然更希望民众可以做到源头减量 台湾人爱喝手摇印 一次性塑胶杯的用量 每年就高达近40亿个 减速刻不容缓 一次性塑胶容器慢慢退炒 使用自备环保杯成未来趋势 TVBS新闻于心汉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讲到饮食 如果您不忌口 又偏爱吃高热量高油的食物 那真的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有部分胆结石 跟你的饮食习惯 可能会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胆管癌是一种 从胆管上皮细胞长出来的 恶性肿瘤 除了肝癌外 第二常见的肝胆恶性肿瘤 临床医师指出 大约有一到两成是肝内胆管癌 六到七成是肝门胆管癌 而二到三成是总胆管癌 在台湾本地及亚洲地区的统计资料 肝内胆管癌所占的比率 叫欧美人口多 胆管癌的危险因子 包含了造成胆管慢性发炎的疾病 比如原发性硬化胆管癌 早年胆道寄生虫感染的病患 以及慢性胆管结石造成的胆管下症 一般来说的话胆管癌的话 通常跟胆道结石有些相关性 如果它是说有一些无痛性的一个黄胆 那可能就要小心它是不是有一些 胆道方面的一些疾病 特別是癌症 胆管癌或是胆道癌 能够切除来说 在外科的角度来看 能够切除来是以切除为主 胆管癌根据生长部位可分为胆囊癌 肝内胆管癌与肝外胆管癌 不论哪个位置的胆管癌 一旦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 像是黄胆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合并腹部闷痛等 往往已经到中晚期 此时根除性手术效果不佳 无法有效延长病人存活期 早期的胆管癌病患 目前标准的治疗方式为 广泛性的肿瘤切除 最主要包括肝脏的切除 与胆管的切除 加上局部淋巴结的扩清素 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要避免胆囊 或者是胆道发炎的话 我们最主要还是要 减少一些高脂肪 然后还有高胆固醇的食物 还有我们常听到的一些 煎煮吵闸或者是 这个胭脂类的食物 大概也都是致癌的高风险 胆管癌除了不容易 早期诊断以外 肿瘤的特性也不像肝癌 有射频电烧 肝脏移植 或者是血管栓塞 免疫治疗 标靶药物 这些选择可以使用 唯一的希望就是手术 完全切除 但是必须及早发现才有机会 即使手术切除 五年存活率 仅有25%到40% 由于手术过程复杂且多变化 风险相对比较高 胆道癌近年在我们国内 越来越重要了 一万年来我们的肝脏肿瘤 大部分是肝癌 近年来 胆道癌的比例在上升 也有一些的名人 因为胆道癌过世 胆道癌常见的症状 其实早期他几乎没有症状 所以很常发现胆道癌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了 胆管癌根据生长的位置 那其中以肝外 尤其是在肝门附近的一个 胆管癌为大宗 在症状上根据长的位置不一样 而有不同的一个表现 胆管癌多数病人 发现时因数晚期 无法进行手术 需接受全身性的化学 免疫或标靶治疗 胆道节食的症状 跟高油脂高热量的饮食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要避免肝内节食 或者是避免胆囊节食 饮食上要避免高热量 高油脂的饮食 当我们做了一般的检查 尤其最常做的就是电脑断层 持症造影 如果你长了不好的东西 它会在哪里 而且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肿瘤 到底侵犯了多少的范围 影响了什么结构组织 目前胆管癌的标靶及免疫药物进展迅速 透过基因检测及分子医学发展 胆管癌已进入精准医学的世代 针对个别病人拟定不同治疗策略 期待能有效提升病人长期存活率 TVBS新闻 陈如环 焦翰文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